本節目不對不特定人推薦任何股票 那台股今天持續在漲 我說趨勢如果形成了 不要預設高點在哪裡 如果沒有緩轉以前 假設你有股票的人 你就繼續報 那當然要看什麼股票 來 我們先看這裡 這是今天的大盤 好 今天的大盤 我們先看這裡 今天大盤漲了93點 92.81 也就幾乎坐在最高點 開始跌 跌45 最低跌78 最後收在等於是 其實是高點 收在幾乎就是最高點 收92.81 收92.81 昨天晚上也就今天早上的美股是跌的 可是台股持續強 好 那台股強 股票市場 股票市場 跌的時候要找戰犯 戰犯嘛 漲的時候要看是誰在加持 那台灣 台灣股票會從12682以下漲了2000點 憑什麼 神在助理嘛 是不是有神在裡面 就股神啊 所以只要台積電不跌 這個盤是不會跌 何況這個禮拜要選舉嘛 這個禮拜的盤 我講過很多遍了 選舉前盤就是這樣子 來來回回震盪 不會大跌 那會不會漲 有題材就會漲 好 來看這裡 然後今天這是台股 台股今天漲 仍然在趨勢當中 看到 有沒有 買進信號在這裡 有出現賣出信號沒有 還沒嘛 所以趨勢仍然向上 只是在這裡震盪 這裡就是最模仁的 好 我們來看台積電 台積電今天就很強 台積電相對的比大盤強 為什麼 因為台積電今天的收盤價 收盤價已經創了 這個波段的新高 收盤價 台積電的收盤價 已經創了這個 我們叫做 假設這裡高檔震盪 台積電已經率先 率先 它的收盤價已經率先 創了370塊以來的新高 看到 其實沒有改變不要意設高點在哪裡 做股票其實我告訴各位很簡單 你要看基本面沒有關係 一個而已兩次就好了 什麼時候 譬如說公布營收 公布營收 有時候就粗一點 這叫逆向思考 好 那 大概10號附近公布營收 或10號錢 如果他衝上去你就粗一點 好 從10號到下隔夜 10號有一個月的時間 那叫籌碼 那叫籌碼 你做短線的 你要在裡面打底賽隨便都可以 那你做長線的 你就慢慢收股票 有利多出股票 它也不過一兩天的時間 要基本面 好 那一個月有20個交易日 只有一兩天的時間 反應基本面 其他就是什麼 在籌碼 台積電今天收盤 再創370塊以來的新高 那代表什麼 其實大盤的趨勢 漲勢還沒結束 那什麼更強 還有更強的 來我們來看 好 這叫美食 我們來看電腦好了 看美食 好 這叫美食 看到 美食今天 又創新高了 而且他這一波往上拉 那為什麼用兩檔股票 這檔叫唐基 好 美食這裡81塊9 年初 唐基是85.7 也就是唐基的股價 現在不是比美食還高 唐基這一波漲到251 美食當然也漲 好 那唐基下來 當然美食也下來修正 那現在美食已經創新高了 唐基在這裡整理了很久的時間 來今天 注意看來 這叫多空線 你看到多空線 這個線的點多少 137塊 點95 收盤138 那代表什麼 好 這裡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六次 七次 每一次站上 每一次站上 他一定有一段行情 只是行情大或少而已 來 美食已經創新高了 美食股價原先年初是比唐基還要低 那唐基可以漲到251 我說如果沒有故事不會莫名其妙長上來 只是這個故事有些人先卡位而已 那卡位在這裡當然有人不會賣 但是跟著清白的閃戶當然受不了在這裡就慢慢慢慢慢慢出掉了 那經過了一波兩波的修正 這第一波其實一波兩波的修正這第三波的修正其實也差不多了 那在這裡他曾經都要供 都沒有成功 今天又重新要再供138 看到收盤137.95 好我們先看來 看這裡 好 這是RSI 這RSI是長線的RSI 你看我畫的黃色的部分就是黃金交叉上面 沒有黃色的就是RSI是死亡交叉下面 好 從這裡黃金交叉來拉近 你看這裡黃金交叉 這一段黃金交叉以後它並不是沒有漲啊 沒有馬上漲 在這裡整理了10天以後才噴出去 所以這個10天很簡單 反彈大家都很清楚 股票市場有一種叫做洗籌碼 在這裡洗籌碼 把籌碼洗乾淨以後衝上去 然後假期都下來它都在下面 好這裡曾經要反彈沒有成功 好再一次反彈也沒有成功 好一次沒有成功 兩次沒有成功 現在是第三次 好你拉近 是不是 現在都是在黃金交叉的上面 有沒有 這條線在下面 這是長線的 長線的RSI不是6天12天的 這長線的RSI 好 然後多空指標 這多空指標 它曾經在9天以前站上去 那我昨天也跟各位講的清楚 它在這裡長兩天 可以讓它在這裡整理了7天 今天又重新站上去 那RSI其實都沒有死亡交叉 從站上去以後都沒有死亡交叉 但是多空縣它在這裡做什麼 我的解讀叫甩尾 為什麼 因為現在離年底 12月31號越來越接近了 我說大部分的公司 它每年都有一個既定的政策 我們就要趕進度好了 那越來越接近 有些公司股東會決定的事情 到最後趕進度 那趕進度為什麼 有時候它為什麼不急著 不急著說 把這些所謂公司既定的政策去執行 有些東西不是我們想的嘛 對不對 一家公司要經營 它一定有它的想法嘛 何況我說這家公司 它因為政府有3分之1股權 所以它非常的省慎保守 你聽不到它什麼消息啦 那再看一遍 從4月初251.5 修正到現在 現在已經是11月底了 這幾個月 4月到現在已經快7個月 可以一檔股票整理7個月 那我說同一個時間 同一個時間 美食已經創新高 而且創歷史新高 而且持續在漲上來了 當時的價錢 美食是比唐基價錢還低 唐基已經到251.5的時候 美食還在這裡 還才100多 現在美食已經快要來供200了 唐基現在還在這個位置 還是這個位置 好 那這個時間它在洗服我 我問你好了 股票市場 我常常在講 我這個禮拜我都 講了幾乎 包括上個禮拜 我說 有人要買的你就會買的嘛 股票市場就這樣子啊 好的股票是有人要賣 你要讓他賣啊 你不要去理他讓他賣啊 好股票就是你也可以買 也可以賣就是好股票嘛 股票本來就可以買賣 不是那種開盤就跟你手漲停或手跌停 你想買買不到 手跌停你們要賣賣不到 那是很難操作 其實漲跌50%是很難操作的 我常常在講 漲跌50%是很容易讓人控制的 為什麼 我拉三支漲停啊 然後就分盤交易啦 分盤交易你就限制你的資金的流動啊 我再拉三支漲停啊 第二次處置啊 二十分鐘一盤啊 你沒有錢不能買賣股票啊 對不對 所以10%是很容易被操控 被我們被 我們叫特定的買盤 揍手操控啊 像這種你沒辦法操控 為什麼 它一天可以有100%的高低漲跌股啊 漲幅如果超過50%就會停止交易啊 那怎麼操控 沒辦法啊 所以這種股票才是真正 我說這種股票才是好股票 應該講其實新貴股票是很乾淨的 只是要做新貴股票 那必須要有很長的時間 那我們不推薦 好 那重點我們要看 我還是告訴你這個 我說從來 從什麼時候開始 從9月十幾號開始 我就給這個很重要的資訊 9月13號 拜登的癌症等於計畫 我為什麼一直在拿這一張 我說全世界好了 全世界做癌症藥的沒有幾家 真的沒幾家 而且做的有 我們說有知名度的 效果很好的 沒幾家 真的沒幾家 所以我為什麼 來 到了10月28號 我又提醒你 生肌醫療 來 這叫基金 那基金未來要買的 它既然這樣講代表還沒買嘛 來在 最重要是什麼 新療的臨床試驗 第二個FDA的藥症批准 第三個 醫療產業併購的三大題材 這三大題材 就是未來整個 生育股的架構 我叫生育股 不是 不是 不是叫做 那個 有人叫生劑 譬如說隱形眼鏡 那當然不是啊 隱形眼鏡是生育股啊 不是啊 生育股就是藥 那這個做藥的 因為它 我看你做藥都很辛苦啊 剛開始一定燒錢嘛 台灣更可憐嘛 為什麼台灣更可憐 因為我說 第一個 你一定要想清楚 台灣不是聯合國的慧嚴 我告訴你 我們的藥再好 那像黑漆的 你做好人就想想自己買 就這樣子啊 很可憐啊 要提任 我們要再好 都會被打折 所以有時候我為什麼會去講生育股 這麼好的東西 為什麼我們自己 連自己人 連我們自己人都 都不愛他 結果讓特定人去撞暴利 來 再看一遍這個 這叫台威體 去年9月29日下市 下市不是完蛋 而是被用100塊買走 100塊啊 8.4億的股本 100塊買走就是84億 去年9月29日 然後今年呢 今年6月13日 台威體 你曾經可以說200億 台威體還在 我告訴你 我應該這樣講 假設台威體是你家的 是你家的 是你們家小孩 或者你們家的家族產業 台威體是你們家的 結果你上市貴了 結果台灣投資人不 不挺他啊 欸 什麼叫不挺他 欸 把他打到45塊三毛錢啊 有沒有 把他打到45塊三毛錢啊 你告訴我情何以堪啊 好不容易 應該講說 會做醫生 會做藥的 那個都是台灣的精銳 我們叫精銳啊 對不對 台灣的精英啊 結果開一家藥廠 那市場不理他 把他打到40幾塊 那你說這 台威體的這些股東 或者說假設是你們家 你會不會心灰異能 那要100塊跟你買就算了吧 對不對 反正100塊買了 其實他也沒有賠錢啊 只是說 你台灣人可憐啊 你如果要這樣也沒辦法 賣賣對不對 問題是有些同志有這種股票啊 你去打他 你一直在罵他 或一直在催產台灣的生意產業 結果人家買走啊 我說情何以堪 才不到半年的時間 人家買走又變成市值啊 你曾經可以收200億 台威體還是在 我問你這個邏輯就好了 有沒有可能 所以我說 有時候我為什麼講生意 我常常講我這個年紀了 我講生意股 我不是 因為講生意股 買這個節目講生意股 我都溫掉了嘛 怎麼會賺錢 能收多少會員 你告訴我好了 能收多少會員 對不對 像現在緩談了 我們會講大力光嗎 我們會講台積電嗎 我可以收很多會員 好 那我還是秉持我的概念 為什麼 來 再看這個 產業的三大題材並過題材 那今天有一則 非常重要 又來了 又來了 我剛講 全世界生意股 會做癌症藥的沒幾家 而且有知名度 有國際上有知名度 真的台灣 幾乎台灣沒幾家 全世界都沒幾家 來 這個就是在呼應什麼 拜登的癌症登業計畫 來 莫克藥廠又買了 莫克藥廠 莫沙東藥廠 用13.5億美金收購 這家製藥公司IMAGO 看到用多少錢 各位你去看 以美股36塊美金收購IMAGO 36塊美金是多少 你告訴我 36塊乘以32 是不是折合台幣 一檔股票1000多塊 一股錢幾塊是不是 所以我一直在講 唐基會不會1000塊 不是我的重點 而是人家動不動股價 就是超過1000塊 而且今天他漲多少 就今天早上 他漲多少 來 你看 他其實他是漲了 來拉近 漲了104.54個person 一天 一天漲35.59美金 漲18.19美金 等於104.54個person 104個person 你把它當成100個person 我常常在講 乘以1.5乘以1.5 難道不對嗎 這檔就是了 你小看104個person 不多是不是 真的不多嗎 我說你如果只是在 你如果是散戶 你的股票是二三十檔股票 不要說乘以100個person 乘以300個person 你也不多 你有3000萬 你買了30檔股票 結果一檔股票給你漲三倍 你100萬漲三倍 還是300萬而已 不是嗎 但是如果你只有一千萬 你只有一檔股票 跟你漲三倍 就3000萬 你說多不多 所以為什麼我一直 帶我的會員 只做一檔 而且我要逮類似 這樣的股票 再看一遍 第一個 我們從頭開始看 第一個 9月13日 我告訴你 癌症計畫 這個癌症的藥 未來會 我說癌症的藥 美國會如我如土去 買癌症藥的公司 再來也告訴你題材 這三個都已經告訴你很清楚 醫療產業併過 好 那今天莫沙東 你看最終的內容 莫沙東的重量級癌症免疫藥 他2028年將失去關鍵的專利 所以他們必須 前一次有 我一直講Sicken 有沒有 用115億 Sicken是用400億美元 用115億美元 併過這一家公司 這裡是用400億美元 併過Sicken 今天 他們併過這家小小的公司 用13.5億美金 每股是1000多塊 他一天就這樣漲 這是今年2022年 今年這樣子 他在這裡像烏龜一樣爬來爬去 爬來爬去 可一天就更漲一倍 長在這裡 長到天上了 長到天上了 是不是長到天上 所以我請問你好了 你如果不是天使投資人 你就不要做生意股 那你做生意股 我就讓他笑各位 請問你這次做股票 你有贏嗎 你這倍做股票做到現在 你有沒有賺錢 你的財產存多少 剩多少 我問你這個 去年行情那麼好 我說行運股漲個 一二十倍都比比皆是 到現在 請問你做股要賺還是賠 去年那麼大好行情 到現在你都還賠錢 代表什麼 明年又不好做 明年更不好做 12682 不是1262 18619 我說不會過 那怎麼會過 產業都已經在轉變了 怎麼會過 那行情前年那種大好行情 去年啊 那你都沒賺錢 那去年你賠了吧 那明年呢 那你那些本還在的那些本 你還是用你的方式做 我請問你 只有縮水嗎 這有時候我相信我在講這話 雖然不好聽啊 可是我相信你們內心也知道 你還繼續用你的方式 你到最後是你 你收水一收水 到最後就不下去嘛 就像我在嚇唬各位 我給你 你如果輸完 你就變嚇流老人 你不要以為不會 你不要以為你現在兒女都很孝順 我告訴你 那叫表面光伏好不好 你假設現在有3000萬在做股票 你如果輸完你看看 看你的兒女 或是你女婿 她媳婦會對你怎樣 不理你 不會對你怎樣 只是不理你 把你送到老人的安養 不理你 讓你自生自滅 你女兒腳腳都沒了 她就說 我們碰到老婆 兩公老婆 兩公老婆 輸三四千萬 財產輸了 那輸完了 要怎麼樣 我給各位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你們不怕嗎 我替你們怕 明明股票那麼好賺 你們為什麼要輸錢 對不對 所以我給各位一個觀念 生意股 這才是真大行情 生意股嘛 你看這檔 我說你看這檔股票 請問現在有哪一檔股票創新高了 台股有2000多檔 有哪些股票會上生意股 昨天保齡戶錦創新高 今天 來 這今天的美食 你看是不是又再創新高了 創歷史新高 他是算 創歷史新高 台積電有嗎 大力光有嗎 所以要給各位一個概念 領頭羊已經先出來了 我昨天給各位看保齡戶金嘛 今天他們都壓下來 漲多人壓下來 這合理的 美食也創新高啊 其實今天的 智晴它盤中還是有創新年的新高啊 那股票會一直輪輪輪輪 輪到什麼 再給各位看 哪一檔最有機會 台灣哪一檔最有機會 走這個模式 我等一下講 休息一下再回來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週一至週五 全球新觀點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週一至週五 非凡新聞通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週一至週五 晚間八點到十點 股市現場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我們立足台灣 放眼世界 每個數字的跳動 都是金流 人生每一步 都是投資決定 與非凡商業台 並肩作戰 才能看得更遠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非凡商業台 台灣第一個財經電視台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鎖定非凡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本节目不推罪任何股票 今天早上美国正义股 有一档涨一倍的 它叫IMGO 你看 这今年的图 算今年的它的趋势 一天涨到天上了 一天跟你涨了1.04倍 104.54个人 很简单 因为莫沙东药厂 就莫科药厂 各位 用13.5亿美金并购它 因为莫科药厂的 它的癌症的专利 要很多都即将到期的时候 它必须要赶快去并购一些东西 一些公司 来我们再看 那唐吉总共有133个专利 已经核准了 还在申请的 这是10月22号 目前已经可以超过了 有这么多专利 结果 会不会未来莫沙东对它有兴趣 我常常这样走莫沙东的模式 会不会 现在唐吉的股本的市值不到10亿美金 不到10亿 我问你好了 你刚看到这家公司 是不过名不见经传的 唐吉呢 各位你一想想唐吉这家公司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很清楚 唐吉有机会拿到诺贝尔奖 诺贝尔化学奖的公司 结果呢 结果到目前为止 因为台湾人不理他 我常常在想说有一天如果被人家买走 被人家病走了 再来后悔 各位 就单单翁先生随便卖一个专利 就是2亿美金 这里有133个专利 好那最重要是今天 终于今天看到他 正式站上多空线 好今天138块 正式站上 整理了 从事业 事业初 算事业 事业第一个交易日到现在 已经足足走了 7个多月了 在这里 这里曾经 黄金交叉涨了三倍 这里上来一倍 当然是反弹一倍 这里都是所谓的黄金交叉上面 所以在这里都没有成功 那这一次会不会成功 其实应该看得出来 我说这里不断地严重的背离 这里背离就是音量什么 讲白的就是喜福尔 不然我问你好了 假设你曾经有这档股票的人 你抱得住吗 你现在还有吗 这边 我说这就在考验你们的人性 应该大家都没有了 甩得洗得很干净了 不然你看明天会怎么样来 今天在这里嘛 各位 今天收盘138 你看明天会怎么样 有的时候我们要看明天准不准嘛 对不对 看明天会怎么样 看我讲的是不是按照 它正式的黄金交叉 这个是双重的 这里曾经一次 甩尾以后 这标准的甩尾 有时候叫做什么 人家说狼中片线 把它甩尾以后 正式站上黄金交叉 正式站上豆空指标 那会怎么样 美食都在创新高了 而且美食已经快200了 当时两个股价差不多了 甚至它 糖基比它更多 好 假设你有这张股票 或你想操作的 打电话来参加会 明天同一个时间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呈现评估 定次付投资风险